第二阶段来宾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 主外代表 宾州大学教授立法委员 张宇辰教授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东华大学民族事务及发展学习教授 施政宏教授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谈 台湾关系法事实周年的系列一 我要强调 因为台湾关系法 在台美关系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美国国内法 也是美国的 不只是亚太 美国印太策略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像美日安保 美韩安保 台日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台湾关系法事实周年 有它与时俱进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的最新新闻 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 蔡总统应华府三大智库 邀请视讯演说 大谈台美关系 蔡总统强调台美关系更加紧密坚持 但话锋一转 炮轰中国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 他们不做这些 因为它是一个DPP administration 或因为我们不认识 1992意义 他们做这些 因为他们真正相信 台湾新的民族 国政加上初选 蔡总统蜡烛两头烧 有其白天才看赖清德隔空交火 不难想见压力有多大 平面媒体甚至报道 赖清德强硬否定延后初选 蔡振宇人士透露 恐怕逼蔡总统 慎重考虑是否该离开民进党 还说从现在起到终止会前 都是关键 不过总统府随即发出新闻稿表示 总统对初选的态度 早上已经完整说明 以总统的说法为准 没有人能帮总统代言 外界无意义的揣测和放话 因适可而止 但随着蔡赖之争白热化 情势的发展恐怕出乎党内想象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关心的是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 全民福祉 台湾 子孙孙的未来 这是我的终极关怀 于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做 台湾关锡法 四周年的系列一 未来我们会一练成的做 请同时我先引述相关新闻 这是几天前 前AIT处长杨舒蒂先说的 台湾关锡法四周年 请叹他特别说的 TRA 台湾关锡法是一项 历久弥新的历法 历久弥新 也就是 定海深圳 也就是 当初我们在座的张艺成教授 应该也是解开潘朵拉盒子 请不要忘了 潘朵拉盒子最后出现是希望 台湾的希望 希望 这是罗曼教授 他特别认述美国在台湾政治中的角色 台湾是一个国家 美国没有签选权 就是正式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个事实 这是AIT一有所指的刻意说 从2005年开始 美陆战队早就住房AIT了 这是不久前 国安顾问波顿所作认识 中方片面改变现状 这是AIT处长 丽英杰先生说 美国会派更多的高级官员来台湾 已经作为关键指标了 我们就请西人教授 因为整整40年前 你42岁 以宾州大学教授身份应邀到美国国会 进行听证会 很快40年过去了 十年如一梦 非常快过去了 请问有什么感想来作为破题 西人教授请 谢谢 四十年前 美国政府跟中共建交 那么跟国民党挣钱断交 那么当年国民党的政府 可以说如商考彼 他们认为说 美国出卖了自由中国 就这一本书 当年我们驻美国的大使沈建峰 他写着说美国以自由中国 美国如何出卖他的盟友 是这样子吗 这个从台湾人的这个观点 美国放弃国民党挣钱 但是美国没有放弃台湾 也没有放弃一千七百万人民 本来美国政府在还没有跟台湾断交以前 透过几个管道 要跟台湾的政府 包括蒋经国总统 来谈往后美台 在这个美中建交之后 应该怎么办 但是当时候我们政府一概不离 说人还没有死 你就开始这个讲这个棺材的大小 这个既然是这样子 这个就不离这个美国要求说 跟我们商讨这个往后的关系 结果呢 这个事先就没有谈什么了 那么断交宣布之后 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 欧伦克里斯特佛 这个十二月二十七号到台湾 到台湾来准备跟我们政府商讨 往后的关系 结果呢 救国团还有前妇 带人到这个机场去丢石头 丢鸡蛋 那么来对付这个美国的特使 副国务卿 那么给人家一个很坏的 这个好像报名 这个事先要跟你商讨 往后的关系 敬酒不喝 那么现在这个你要 要的是这个华酒 很有趣 就是蒋经国跟欧伦克里斯特佛 后来见面了 那么这个台湾提出五个条件 其中包括政府跟政府间的关系 人家已经跟你断交了 你还要求人家跟你这个维持 政府的关系 当然这个宋楚瑜 担任这个蒋经国总统的 这个欢义官 那么政府跟政府的关系 他特别这个发明了一个字 什么governmentality 你说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relation 大家了解 他说governmentalist relation 没有他自己发明一个字 governmentality 完全这个不符合当时候的这种意义的 总之 这个当时候我们大骂美国 这个出卖的盟友 其实我们都了解并不是这样子 而且当年 这个台湾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 还是戒严的时候 所以这个美国放弃国民党的政权 不再承认你是代表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权 那么对台湾人来讲 这个因为有这个台湾关系细法 里边有安全条款 有言权的条款 这个民主制节的条款 那么使得后来 这个台湾能够民主化 那么推翻了这个国民党的政权 还有这个公元两千年第一次政党轮替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台湾关系法 对台湾的重要性 包括一九九六年中共打飞弹 台湾海峡 一九九六年三月 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到台湾水域来监控中共行为 那个就是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的精神 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条款 是由国会加上去的 美国国务院没有这个东西 他美国国务院当年提出的很简单 一个所谓综合法案三条 很简单 没有安全条款 没有严谴条款 没有国际参与的条款 那么这个台湾关系法 是当年这个可以说国会的这个朋友 加强这个美台的关系 不会因为说因为他不再承认 国民党挣钱就放弃台湾 没有放弃台湾 他继续认为台湾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好谢谢西人教授 所以当事人身份 应邀到美国国会听证会 如今我们仍然继续替台湾关系法发声 也就是我要做台湾关系法系列 今天第一讲 你看这位杨书帝前AIT处长 他率先撰出这个文章 刚才西人教授提到了 杨尚坤早就在1992年陨落 不对台动物 那时他是国家主席 这也正是最近产经新闻所披露的 李登辉秘诺里面的一通神秘电话 92年台湾危机 并没有真实的动物 当然这是书记先生认述我们尊重 明年大选前两岸形势最危险 这他论述是危险 杨洁篪国务委员下个月访日 也就是替这个中日两国的领导者 来安排了 明天我也邀请陈永宏教授 再谈5月1号令和时代到了 你看这个钞票开始换了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 也是伊朗科美尼革命的40周年 大家忽略了 因为几天前 你看美国政府正式宣布 伊朗的国防军 他们叫国防卫队 是恐怖组织 忽然就要说40年来 美伊关系这个创伤 从来没有恢复 你看史上首次点名他国政府军队 伊朗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 哪怕美国对北韩 对古巴如此的敌意 都还没有说北韩的军队是恐怖组织 一定有他值得探讨的地方 我已经约定要请张亦成教授 跟蔡元宁教授 蔡元宁教授也是一个中东研究 国际政治的权威学者 他特别研究伊朗问题 我们会来解析 我们在座施宗教授 最近一部大作 刚好来配合今天的 台湾的外交环境 我们就请台湾关系法 四周年来帮大家解析 目前现阶段 台湾的外交环境如何 请 我先说刚才台湾有你说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应该我是刚才台湾时 台湾关系法刚才通过 但是近期一年是所谓的中美断交 所以如果说 九州当时动员一阵 国民党的人去上山基点 等级两个 我们是说共产三关系 你有去吗 当然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是跟他们没关系 不过我 我说丹安关系法 是一个很奇怪的法 就对了 他说他不是那个 多边的国际条約 比如说旧金山河约 他也不是双边的条约 他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 专门在他片面 说我对台湾的安全 对台湾人未来要如何 他有这个 代言说要如何做 安全的保障 我想这是一个国际关系 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一种做法 当然我也说 其实这个二十年前的时候 刚才说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刚才有跟英基专 有一个基金会 我们就是扮一个丹党会 拜托那个时候 当初有来倒下准备 台湾官的法 那个美国的政策 联合国副大赛是不是 哈比菲特曼 飞号位来台湾 OK 当然之前大家有印象 不说卡特去台湾 卡特来台湾 我印象 卡特来台湾时应该 是不知道是年参 还是国兵 李秀联副总统有给他问 說你們有欺負台灣人一個政 說你就把我們放閃 但卡通說 不是喔 不是這樣喔 我把你們台灣人 為中華民國這個家裡面 改放出來 過來你們台灣人就要想好 你們是要做台灣人 要做中國人 所以台灣官員裡面有說 其實這個 他們見到 那個沙海公佈裡面 你們台灣海峽兩邊 中國人 你們要給你們想 但是我們不是中國人 那就沒有我們的事情啦 再來我就說 一十年前那個沙海公佈那次 我印象中那次 很明顯 出的是國民飯店啦 那一名有聚餐在吃飯嘛 有一個前輩 他在問這個沙海公佈說 如果我們台灣 如果要全國獨立 美國要出兵嗎 沙海公佈 就叫甘笑兩聲 甘笑兩聲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要出兵是我們的國家利益 你如果要獨立是你自己台灣人要決定 但是他沒有說出一句話說 我不是你老伯啦 我們美國不是你老伯 你台灣人要grow up 你不是teenager anymore 你自己自我成長啦 你也不是年輕人的 你要自我成長啦 你也不是年輕人的 你就要自己做我負責嘛 你不可以什麼事情 爸爸媽媽好啊不好嘛 你已經那麼大了對不對 我想這是說 我一個這樣四十年來 我說我們現在已經是ready 我們已經是有割薪嗎 有進步嗎 我可以請教有割薪嗎 有說借殼上市嘛 至少蔡總統認為是借殼上市嘛 我這樣說就好了 我這樣說就好了 說我們古早 為這個 這個中南部來台北 對不對 一般是在台北官嘛 台北官 我們可能有的親家 先讓我們住那個盤子 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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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現在的小孩已經大了 搭檯子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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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我是覺得說中華民國用到中國唱這個一個中國這個主動範 那是真的是我們的保護神嗎 我聽懂了 原來中華民國是組合屋 是夾層屋 我在請教信任教授前 我一定要把香港情況 其實說我都替香港人感到憂心啊 因為今日香港 如果你不當心的話 那可是明日台灣啊 我曾經引用一句話 其實我就說韓國瑜市長 他目前正在哈威大學演講 美國院有一句話說 當猴子爬得越高 屁股看得越清楚 請問猴子的屁股是不是紅色的 我要送給韓國瑜市長 大家看一看一看 這是香港人啊 香港人都很不以為難 韓國瑜市長進中聯辦 看看末代總督彭尼剛怎麼說的 目前中方的立法檢視 互仇式的檢控啊 濫用法律壓制言論自由 好今天呢有最近消息了 他們有個罪叫做 串謀公眾防擾罪 這戰中三子通通有罪 串謀公眾耶 至少台灣還沒有這個罪吧 串謀公眾 那我今天跟兩位 我跟你討論 我們有 我也叫做串謀公眾耶 三人成形嘛 那還得了啊 而且我這個 我現在講完以後我到香港喔 譬如說我在香港突然說 我反對習近平 我就可以被引渡條例到深圳 被審判耶 我變成李明哲耶 變成被李明哲耶 各位 千萬不要低估香港所發生的狀況啊 你看 這是戰中九指啊 都清算了 香港自由上中耶 香港 第二十三條的 基本法二三條 就是所謂的國安法耶耶 現在直接由中國人大 直接幫你釋法耶耶 最終法院最高法院 是北京在決定耶 各位 你選擇台灣要選擇中國 你選擇民主要選擇專制 你選擇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 還是一個專制獨裁 剛剛鄭鋒雄提到哈哈兩聲啊 因為前不久川普總統自己脫了我 他說那一次在海湖山莊 他遇到習近平說 You are king 習近平說哈哈 有沒有記得哈哈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哈哈 其實應該You are emperor 你是皇帝啦 你看 我在請教習成教授的寫人 因為這本書是習成教授的最好的朋友 白邦瑞先生所寫的 這個Peersbury 中國稱霸全球的機密戰略 第一本 這是我所讀最好的一本 第二本 彼得納瓦洛 也就是中美貿易戰 白宮貿易主任 這本就是首席軍師 皮特納瓦羅所寫的 美中開戰的起點 早就開戰了 我是陳萌出版社 我有榮幸替這本書寫一個序 我這個序 我到現在還住久 讓大家看 我覺得這是一本最好的書 請看我給他 我給這本書下一個標題 我希望大家真的買這本書來看 一趟 知性的亞太戰略之理 我希望大家好好看這本書 第三本 可以說是我讀的 三本中 後來據上最好一本 請大家誤會拜讀 中美注定一戰嗎 中美能否避免 修習抵德的陷阱 這三本書 如果我希望蔡總統 國安局長 國安會秘書長 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 如果我都讀了 請看 我有沒有認真讀 請看有沒有做註解 你看 你穿進 我有沒有做註解 認真讀 你看我們認真讀 如果做媒體人都能認真讀 你做國家安全的官員 你是不是應該認真讀呢 新人教授 有所感 我們一方面 替香港人感到 悲哀跟遺憾 我公開邀請川普律師 請再度邀請 香港的精英專業人士 媒體人來我節目 來談香港人的困境 新人教授請 當然看到香港的情況 我們是覺得很心痛 那麼當年香港的一些律師 他們對台灣爭取要分成獨立的國家 他們不太贊成 他們沒有了解到說 為什麼台灣要爭取獨立 不受中共的控制 那麼現在這些律師 他們當過這個立法局的委員 他們都現在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改變這個現狀 當然這個我們只能夠這個同情他們 那麼我們要知道說 台灣不要變成未來的這個香港 總之這個我們認為說這個習近平他把這個取得台灣做為他這個能夠繼續做皇帝這個2023之後這個他能夠再繼續這個做國家主席做黨的總書記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因為在中共內部有很多人質疑說 你比起毛澤東 你比起鄧小平如何 你有什麼貢獻 你憑什麼 要永遠做下去 那麼他就說他們沒有能夠做到的 收補台灣 我可以做到 所以他要把台灣當作他身光保持前衛的這個籌碼 不過習近平也了解到說美國跟台灣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多次已經表明說台灣的安全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之一 因此不會讓這個北京來併頓台灣 因此習近平他就學這個生子兵法不佔七人之兵 他不是用打台灣 他要買台灣這個三十一項這個退台的措施 那麼台灣有很多這個企業界的人變成這個北京的買辦代理人 他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比如說明年總統的選舉 這個北京一定盡全力來幫忙 這個他們的代理人變成台灣的總統 將來就是特首 所以明年的選舉對台灣人民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選擇我們是自由的國家或是變成中國的一神 一個特別行政器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說 內政跟外交是在一起 所以人民必須要選擇 今年1月2號當然休假期間 早上8點多我被一通電話吵醒 是一位女性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她說剛剛她接到高雄市政府一個要員給她電話 聘請她擔任高雄市的某個局處所長 這位女性朋友接到電話 第一通電話打給我 我現在重拾懷疑這一段 我說你千萬不能去 如果你去 你跟我之間的友誼立即中斷 而且我不會邀請你上我這任節目 三個月過去以後 這位朋友幾天前跟我參緒 他當然沒有去 他只對我說看到韓國瑜市長進了香港跟深圳 包括澳門的中聯辦跟國台辦主任 相關的中聯辦國台辦主任見面以後 他跟我說他也叫胡大哥 胡大哥我真佩服你的政治直覺 我說那不是直覺 那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你要站在正確歷史一邊 台灣是自由民主人權 台灣是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 我是要回應我這位女性朋友 三個月前的事情 判斷是直覺的 我這天一再引用 克勞塞維斯在戰爭論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戰爭最脆弱的地方叫做理性 什麼意思 因為戰爭是你迷雾 像霧一樣 戰爭的時候人會感情用事 情緒會失控 會恐懼 會不安 所以會失去理性 我特別希望我們台灣的海內外觀眾 海內外朋友們 你有沒有用絕對的理性來看台灣未來 用絕對的理性來選 縣市首長 立委跟未來的台灣政府總統 我是做出的回憶 我證明我的直覺沒有錯誤 這是我做40年的記者或評論者或政論主持人的經驗 如果我有這種判斷 我們的海內外觀眾 難道你沒有判斷力嗎 來 我們請教這個 也是研究台灣外交關係的施中文教授 你也研究知道台灣內外關係史 台灣關係法四周年 這個周年慶 我們慶幸 慶了台灣關係法 因禍得福了 塞翁四馬 因之恢復了 你做一個研究台灣民主運動發展史的學者 請你評論 這樣說 美國他很多地方 他的影響 差不多他最不會變成他的一個州的一個地方 台灣要說起來是他的一個 那時候十九世紀 月到二十世紀初 要來當年發展一個重要 日本 台灣 菲律賓這條線很重要 所以美國是絕對不可能放台灣去中國 但是他要支持台灣 我們道理那時候 你們要照顧時要自己去修 我先要說一句 但是美國來報 兩大黨 國務院跟五角大廈 立場一直沒有什麼同在 我先說 這個 美國一般來說 共和黨對我們比較好 比較煩共 民主黨 某種程度比較清共 當然這有間接著說 再來就是國務院 有一些人他們早期是去中國傳達 他們阿公 他們不會去傳達 他們對中國有一個莫名其妙 共產黨有好感在 國務院一般來對我們比較不好 但是五角大廈絕對是說太平洋 這塊來臺灣絕對不能放 不能放在 但是我們台灣人自己是要決定社會 可能是美國人一個很無法理解 我記得一個例就好了 有的人會問說 為什麼當初美國沒有讓我們公道主角獨立 你看看 政後和太平洋那些從日本拿來 本來是說我們知道說 古早太平洋那些地都是德國的 一齊世界大戰後日本碰去 然後美國 美國現在都差不多都獨立去了 為什麼台灣沒有呢 他覺得說台灣現在公道 那時候公道怎麼會過 大家會記得嗎 二十八之後那時候 剩下多少人 美國人看那個名單 所有的台灣人 還有跟政家 那些所謂醫生也好 那些所謂士生也好 那些有關什麼 原位也好 大家都是所謂的三親團 三民主義青年團 我們知道三親團 過去當中 總統軍統道政 來這裡一拍而已 所以台灣人 他覺得說 美國一直看說 台灣人到底 哪有在想什麼 對那年大中國有嚮往在嗎 為什麼 政後這麼多年 台灣人現在 頭哪有更清楚嗎 還是很多人為了錢 為了要做官 還是為了命 賣心都沒關係 我想可能有些人覺得說 沒關係 如果賺錢賣心沒關係 我們把它啟動 也無所謂 所以現在讓人覺得很擔心 他出回饋來好就好 我想說 他現在中國對台灣出回饋一樣 就差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戰 要繼續進政 美國為中後 為意大利斯拉斯 他就是用這個錢 幫你刺啊 包刺一樣 告訴你 1979年 有一位 學者的朋友 1979年 正在倫敦大學 公讀他的國際關係博士 他的論文就是研究伊朗革命 也就是今天這個伊朗革命 但是他的指導教授 知道他來自台灣 還特別跟他說 你研究伊朗革命 請你也不要忘記研究 你來自台灣 你們台灣的外交處境 尤其台灣關係法 各位 為什麼 40年後 我要把伊朗革命40周年 跟台灣關係法40周年 只要有判斷力 有直覺 非常敏銳的政治學者 都知道 伊朗革命 跟台灣關係法 台美斷交 在世界政治史的地位 一二 明天 我要特別談 令和時代 因為在台灣的內外環境裡面 日美安保 或台日安保對話 都非常重要 包括即將舉行的 中日元首級 習近平跟安倍 而且 他們會會見新的天堂 好 習近平 非常值得重視 剛才施政中教授 特別引述一句話 我要再引述 我要對我們的觀眾 進行公民教育 發財就好了嗎 蘇格拉底說 我到處走動 是要告訴你們 人不能只依靠麵包 人要追求自己的靈魂 發財 我要引用聖經的話 我特別要回應 耶穌勉勵他的學生 說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也在哪裡 耶穌的學生 就解釋說 當一個人滿腦子 是想花財 花財 很容易就被引誘上當 是不是被中聯辦引誘上當 是不是被國台辦引誘上當 是不是被習近平引誘上當 好 耶穌的學生保羅說 貪財是萬惡之根 新一本叫做 貪戀金錢是萬惡的根源 有人貪戀錢財 就被引誘脫離了真道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耶穌跟保羅都如此的勉勵 台灣人 我對大家說 你只花財嗎 只有這句話嗎 你要出賣你的靈魂嗎 請問有人進行服事得事的交易 把靈魂賣掉耶 把台灣的國格賣掉耶 我從來不相信網路流量 我從來不相信民調 我只相信人民的掌握主流名義 這一天啊 我看到一個廣告 我惠心一笑 最有名的設計家就叫YSL嘛 他說 Fashion Fit Style is eternal 流行時尚都會凋零的啦 有沒有記得 麥克阿瑟說 All the soldiers never die 老兵會凋零啦 時尚會凋零的啦 網路流量會凋零的啦 但是一個政治領導者 他的風格 他的人格特質 才是永久的 我用YSL這句話送給我們的網民好嗎 Fashion 網路流量是會凋零的啦 但是呢 你的治國方略 國家戰略 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那才是永久的啦 我用YSL這句話送給頭腦清楚的網民們 來 我們請這個西衡教授跟中文教授做選擇請 對 尤其對年輕人 這個胡錦濤二零零八年 他在馬英九上任的時候 他就這樣講 這個說 買台灣 比打台灣容易便宜 所以從那個時候 這個中國就對台灣 統戰也好 那麼收買國界的人物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說 這個 不戰而欺人之兵 他就是把你腐化 你要錢給你錢 你要地位給你地位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人民 在這個台灣關係法四十週年 應該想到的事情 那麼台灣關係法 有好幾位美國總統都沒有認真的旅行 比如說克林頓 歐巴馬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碰到說 這個對台灣比較友善積極的川普的政 這個他的團隊 是我們真正努力爭取的這個時候 首先我們要求美國政府 將過去克林頓還有這個歐巴馬 他們所做的錯誤的政策 徹底端正修改 這是很重要 同時我們要求美國說你正是台灣 你如果說認為台灣真正是亞太 自由民主的燈塔的話 那麼我們應該有所謂正常的關係 我們要求這個台美之間有正常的關係 我希望說我們民間的團體 希望我們的政府這個官員 能夠了解到這個正常關係的重要性 如果政府不做沒有關係 外交太重要不能依靠政府 我們民間的這個社團 應該來從事所謂公共外交 向美國國際來服務 特別是美國國會 我已經唯請張先生教授 做台灣關係法40週年的系列 提綱 包括以臺能全部委由他來做 我也特別說 我們要邀請國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員來談 因為這是國家大事 為什麼耶穌跟保羅都說 如果只花財 最後你的靈魂被賣掉 各位 你有沒有思考這問題 為什麼我要對網民說 一時的網路流量是會凋零的 Facious faith Style is internal 治國方略 國家利益才是永恆的 黃章輝牧師 1970年代 在美國發動 台灣人自決運動 決是決定的決 自決運動 他跟我講故事 他說 他是東京帝國大學 戰前哲學習畢業的 他到巴西望他當牧師 於是他坐船 從基隆坐船 坐了一個月到倫敦 二戰爆發了 他就到BBC的日語部 日語部 做日語廣播 娶了英國太太 他才跟我講說 當他從台灣坐船到倫敦的時候 都是英國殖民地 戰後 他從倫敦坐船回來 基隆的時候 這些殖民地都變獨立國家了 這給他台灣自決運動最大的喜劃 請問台灣人 你要向俄裕元太郎總督時代的民政長官 叫後腾欣明 怕死愛吉大頭杯心 你還在怕死愛吉大頭杯心 是不是 日本人看得很清楚啊 難道台灣人還是到現在還是怕死愛吉大頭杯嗎 中文老師做結論 不然我們台灣人四百年來 我們都做生理 我們的祖先嘛 做生理嘛 大海洋時代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也有一句話說 探警有所 生命要照顧 天下沒有白吃 靈魂要照顧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嘛 他把你伺服一樣 變成說你阿拜生散 就要那個 都為了他們要消費嘛 當然他現在算某種程度 跟我們補貼一樣 但是有一天他剛才熟食的時候 我們整個星山山都倒閉了 我想這點大家要想就好 OK 就是說 沒錯 百度很重要 當然政府這個分配怎麼處理很重要 但是你也是要站到這點說 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們也是這個問題 我也剛才有說到這個網路 這部分 我也會這樣說 我記得太陽化之後 那個陳契勝這個資政 有找一些少年來跟我們講 他的結論 他講完我就當然 他說 我們這些少年 有膽識 叫小學 但是呢 帝府 帝府是說 我們就要你知道 帝府要年紀嘛 就要夾風騰幾次嘛 但是帝色是很重要的 帝色 你如果沒有要撤車的時候 就對著人家的網民 什麼火 對著走的時候 投票就這樣 這樣 我們完全都沒有 投票的時候 人控制網 要拜我們做主管 要投票的時候 去用外界嘛 我這是覺得說 你知道我們現在 我們也 人 中口學已經八十八了 我這也算六十一 也有火了嘛 人家說 你這老人 你誰在找 沒有人要看 我是覺得說 帝色 要是覺得很重要 拜託你去到中國 談談的時候 你知道 到底人家中國 怎麼跟你看嗎 美國人有嚴壞之音 你怎麼聽出來 日本人說的 他是公賦語 他不直接跟你說 你看他 他在找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說什麼 我想那是要學習 我現在引用這個 YSL這句話 網路是一時的 網路會凋零 台灣哪個網紅稱 能稱多久呢 Fation Fate 流行時尚 網路的流行時尚 所謂的政治網紅 會凋零的 那些具有愛台灣的心 有認同台灣 有治國方略 有願景目標方向 那才是永恆的 我特別要引用這句話 新人教授 中期醫生研究真正學 這也是為什麼 每周一 我要請他來 其實他是作證 我這個節目 每周一 談國際形勢 為什麼我要做 台灣關係法40周年 為什麼要做 伊朗革命40周年 我要鼓鼓大家 具有國際觀 最後還是請新人教授 我們勉力年輕人 要有國際觀 要有願景目標 價值信仰 來 請對我們年輕人鼓鼓 前些時候 太陽花運動 這些年輕人說 自己的國家就要自己叫 那麼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包括說 我們這些老人人 都想到說 的確 這個 我們要行動 不能靠政府 所以這個我們 要個自發自強 那麼當然 我們希望說 年輕人說 自己的國家 你要自己叫 你要去當兵 從事這種國家安全的工作 我們現在最欠的就是 最欠缺少的 就是這樣子 有更多的台灣人 進入國防的工作 好 美國第一流人才 不是進哈佛耶魯 是進西點軍校 而且進西點軍校 還有參議員的推薦 才能進去 美國一流人才是進入西點軍校 我希望我們未來能夠產生 邁克阿瑟 巴頓將軍 艾森豪馬歇爾 我們台灣人要自己培養自己的國防人才 人類的天然使命 就是為下一代營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責任義務承諾就是追求台灣的和平 台灣的永久和平 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目標 也是用道德義務 所以我介紹一位我日本非常好的朋友 叫野岛剛先生 他每次接受我廣播說 我跟你覺得好像一家人一樣 他已經台灣話本土話了 他是台灣人了 他最近寫一本書 野岛剛先生前朝日新聞記者寫說 漂流日本失去故鄉台灣人 我們三位 我們在美國都曾經漂流過 我們都上了黑名單 我們更加感受到那種漂流 美國漂流 尤其是我們海外觀眾 漂流在海外的經驗 歸於返鄉 這本書是我所讀到的 令我非常感動 來自一位日本有人寫的 他說他到後來覺得我是家人 這本書重點如下 不論政治歷史如何變動 日本總是結構性的遺忘台灣 台日關係人繼續走到現在 是因為有一群人在民間穿針引線 來回奔走 他們是台灣之光 他們和你們一樣 我們一樣 我們的根都在台灣 我希望大家能夠好好拜讀這本書 我們的根都在台灣 感謝兩位 謝謝